我是婉容 美食品牌云味的創始人 今天用云味的玫瑰红糖制作两大小点 先来做红糖年糕 取一块玫瑰红糖 加少许水 熬至粘稠 备用 然后热锅起油 将年糕煎至两面金黄 有一点焦焦的感觉最香 盛出 煎好的年糕趁热淋上红糖浆 甜甜糯糯 还有淡淡的玫瑰香 非常好吃 接下来做红糖水锅蛋 先把一块玫瑰红糖放入碗中 沸泡水冲开 另取一只碗 打入鸡蛋 再拿一口锅 将水加热至沸腾后倒入白醋 搅拌出漩涡状 关火 倒入鸡蛋 焖几分 焖几分钟 水锅蛋就煮好了 最后 只要把水锅蛋放入红糖水中就可以了 简单又滋补 简单又滋补 女生早餐来一碗最合适了 云味的红糖是在当地提炼出来的 等于说红糖在当地榨汁之后 然后手工直接就进行了这个炼糖的程序 大部分的遮农都是具有10年以上的那个炼糖的经验的 炼糖的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是 熬制到最后的一个收支的过程 那它们会根据它们的经验来决定这个火力的一个大小 然后红糖本身它会具有一些比较暖的一些调性 所以在生理期 饮用红糖水的话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情味如果对方别人给我看 Dharma感觉也能保持 这个红糖基因 您和 algún合理说家公证